大师兄你叫我过来神龛治理会合 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是几个意思啊 你可以先去收下太尽快 我马上就到了 这个不用你提醒 我已经在开挖了 你赶紧把雨林强木之星碎片拿过来 我收下后就来制作雨林之眼了 哎现在都这么抠的吗 这下面连个浮人框都不给了 那就上去等大师兄了 麻烦老板再等等哈 我这边刚好被野人祭司给偷袭了 必须干掉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就你事多 麻溜一点 我先跳高一些 免得待会被地面上的怪物偷袭了 好家伙你终于来了 我弄个收集枪出来 你赶紧把乔木之星碎片放进去吧 OK没问题拿去花吧 谢谢老板拿到手了 那雨林之眼就可以来搞起了 我先来找个合适的地方放出工匠台 还需要九个铜锭才能合成哦 铜锭你够慢 不够的话我也给你一些 不用不用 我身上一大堆了 马上就能搞起 制作好了 我瞧瞧工匠台 然后就来召唤出玛雅金字塔了 先别召唤他 等我吃点果汁不好血量 待会才有精气神和玉石神较量较量 好吧 看到你吃东西 我也嘴馋了 也搞点肉来补充好饥饿度 吃完再来召唤了 那你慢慢吃 我先过去那边金字塔生成的地方 做等你召唤咯 你没机会过去了 因为我已经召唤了 变天了 金字塔正在生成出来了 问题不大 哥我照样能赶到玉石神出现之前 进入到塔内了 那我也加油往前冲 看能不能在玉石神出现之前赶到 诶什么情况 这里怎么会有两个太金块 我记得以前是两个赤岩块才对啊 呃 看来这次变化挺大的啊 我已经进入到塔内了 也看到上面的赤岩块变成太金块了 感情咱们都不用下框去挖太尔金了 只要找个金字塔就能实现太金自由了 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当务之急 事先干掉玉石神 哦吼 刚进来 玉石神就出现了 那就马上开怼咯 大师兄 你这恶货不是说已经进来了吗 人跑哪了 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我看你一股生气灵人的样子 很有把握能轻松拿捏玉石神 就让你先出出风头 不行我再上 那你赶紧上吧 换我吃瓜看戏了 现在的玉石神比以前好恨很多 要换成以前 我全手录都能灭了它 咱们现在有太金武器 可以比它更好恨的 一下就被我的战锤给捶晕了 对哦 咱们可以互相配合作战的呀 你用战锤捶晕它 不用收割者刀它 应该很快就能让它入土为安的 行就这么安排 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哦 我战锤在蓄力暴击它的时候 你不要看我太金 别一起被捶晕了 放心放心 我又不是傻的 肯定不会去撞你的枪口 呵呵 我对你的智商还是表示很怀疑的 反正我丑话已经说在前头了 要是被我吹到了 可别哭爹喊娘的 哎呀 我被他一口老糖给毒死了 我看哭爹喊娘的人是你吧 赶紧继续怼 他血量所剩不多了 哎呀 你个坑货 把我也给吹晕了 小菜鸟 你不是说不会撞我枪口吗 怎么这么快就中招了 好吧 我好像被侮辱了 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只能把气杀在玉石神身上了 哎 小心 有个虚空使徒来臭日闹的 我来布置干掉他 我来个去 这家伙临死前还把我给干掉了 气死我了 看我不把你剁成肉酱 OK 搞定收工 好 你个恶火 趁我在打虚空使徒的时候 偷偷把星星给收住囊中了 我这是光明震大的拿下 哪里需要偷偷的 我现在还要光明震大的拿下 玉石神的掉落物呢 东西拿完就开始搜刮金字塔里面的材料了 这个不用你提醒 我已经再召唤出小飞鼠了 起上后第一件事 就是先飞到中间这个区域里面 拿下乌金头盔 材料的时候倒是挺机灵的 乌金头盔这么快就被你给顺走了 谢谢夸奖 练甲凶甲也拿到了 都穿上了 接下来我要把金字塔所有发射器里面的剑都给收了 呃 收剑干嘛呢 稍后搞个弓弩 抚摸个无限司机不就行了